中共解封做错两件事 学者揭露后果 专家指 美国最新的隐形轰炸机改变了亚太游戏规则 岸信夫将不再参选 长子渴望接班 德国媒体称 台湾是地表最重要的地方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药文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一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河北省保定市近日疫情爆发 有观点认为 清零本就是错误的防疫政策 现在中共又选择了错误的时间解封 而且没有准备应急的B计划 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在微博上 保定疫情 保定放开之后等话题 一天之内就获得了超过一亿次的阅读 网民发帖说 全保定市都阳了 保定开放以后的现状不是阳了 就是商家歇业 有人戏称 保定现在是38度6的城市 有人说下楼5分钟就得阳 其实这个说法不对 不用下楼也能养 大街上全都是阳过 阳康 王重阳 虽然官方不断地宣传奥密克戎重病率很低 但是从网络上看 保定人的困扰 其实在于买药难和担忧重复感染 例如 有人写道 疫情当下 经济受损极为严重 药店里的常备药的价格却是只增不减 专家一句放开 网友一句只是小感冒 就把阳性之后的身体发生的不适的反应 对感染者的后遗症全都掠过了 关于是否再次感染的问题 专家的回答非常的巧妙 看似什么都说了 其实有什么都没有说 真是谨慎 还有人揭露官方的数字造假 发文说 疫情放开之前 保定就已经控制不住了 每天网上报的是一粒两粒 其实呢 我们这一片就有四五十粒 现在放开之后 保定几乎是所有人都发烧了 药买不到 买到的也都是价格翻倍卖的 路透社报道说 上周二 保定李先生的新冠检测呈阳性时 他做好了被隔离五天的心理准备 但是第二天 全国突然间放松管控 这让他措手不及 李先生被允许在家休养 但是由于政策的180度转向太突然 他没有做任何的准备 独自一个人家里没有任何的退烧药物 李先生告诉路透社说 那时我买不到任何的药 药店外面排着长队 上运说的这些问题不只是出现在保定 在微博的留言区 有郑州等地的网友都在说 自己这里也是在放开前就控制不住了 放开后满街都是小洋人 北京的市民董先生12月11号告诉大纪元 北京疫情正在快速的传播 我的一位朋友出去吃个饭 八个人全都养了 有的事务所开个会全养 现在是已经大面积的爆发了 一位医生朋友说 他现在正住在羊堆里头 他的病人现在好多 看病的人也很多 医疗资源肯定是不够的 美国病毒学家 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 林小旭11号告诉大纪元 中共解封选择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时间点 冬天本来就是呼吸道疾病容易发的季节 每年中国至少有300多万人因为流感住院 现在再加上奥密克戎 使整个情况变得更加的复杂 出现了医疗资源几率的现象 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发文表示 共产党现在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之一 如果防疫失败 当局没有任何应对的B计划 张家敦认为 如果中国疫情大爆发 北京不大可能接受外国的援助 因为习近平不能承认民主治理的优越性 而这也意味着随着病毒的蔓延 中国将在几个月之内处于瘫痪状态 张家敦说 中共面临的最危险的危机是信心危机 两年来 中共政权一直通过宣传夸大病毒的威力 而现在又突然试图说服民众 病毒是温和的 这让共产党失去了中国人的信任和支持 美国最新型的核武隐形轰炸机B21突击者 在本月初首次亮相 12月11日 南华早报引述分析人士指出 这款轰炸机将改变亚太地区战略游戏规则 因为美国未来不再需要临近台湾的基地 就能在台海战争爆发时及时驰验台湾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B21突击者轰炸机不仅是美国近30年来首次推出的新型国产轰炸机 也是五角大楼对于中方不断提升军备的回应 美国军方智库兰德公司高级分析师西斯表示 突击者将对亚太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款军机将让美国的军事部署更加的灵活 以应对亚太地区战斗突发事件 比如未来如果台湾真的爆发战争 美国不再需要一座靠近台湾的基地 就能出动突击者支援 此外 突击者兼备着攻击和辅助能力 能执行情报汇集 侦察与监视任务 并且协助其他的飞行行动 这大大的加强了美国在战区的威慑力 美国国军部长奥斯汀2号主持B21首度公开仪式 他在致辞时表示 这不仅仅是另一架飞机 它是我们决心捍卫美国的体现 虽然五角大楼没有公布突击者的详细数据 但是奥斯汀指出 突击者的航程超过B2幽灵轰炸机 也具备从美国本土起飞 打击全球任何地点的战略轰炸能力 B21突袭者单价造价高达7.5亿美元 部分防务专家表示 B21的涂层材料更为精密 更难被敌方发现 而它的控制电子发射方式 也能让自己伪装成其他的物体 成功骗过敌方的雷达 另外 B21使用了新的推进技术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胞弟前防卫大臣 岸信夫日前透露 他因为健康的问题将不参选下届众议员 他的长子岸信千世 渴望出马接班 综合日本媒体的报道 岸信夫11日在选区山口县严国市 出席一场后援会的干部会议时 宣布了这一决定 他希望能专心的治病 岸信夫现年63岁 他在2002年进入政坛 担任国会议员已经长达18年 他在政坛的评价极高 曾在菅义伟及岸田文雄内阁 担任过防务大臣 岸信夫的长子岸信千世 今年31岁 在英庆大学毕业之后 就进入了富士电视台担任记者 曾主跑社会新闻 2020年辞职 转而担任父亲岸信夫的秘书 和二伯父安倍晋三关系良好 据悉他在转战政坛时 安倍也曾告诫 必须要有彻底的觉悟 安倍过世之后 岸信千世也是安倍接班人选 当时他接受杂志专访时表示 接班问题并非他能决定 但是继承安倍的遗志 是毋庸置疑的 12月10日 德国大报《每日晋报》大篇幅地报道了台湾半导体产业 全球影响力及台海局势的问题 文章称台湾是地表最重要的地方 若失去了台湾芯片的供应 全球发展就会停滞不前 所以保护台湾不受中共侵略非常重要 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 《每日晋报》记者迪克曼在个人推特上介绍了上述报道的内容 迪克曼表示 许多人仍然不明白的是全世界的福祉将取决于台湾的安全 民主世界必须考虑如何全力保护台湾 台积电生产全球90%以上的芯片 在2021年芯片荒之际 时任德国经济能源部长彼得·阿尔特·道尔 还亲自致函台湾政府 请求协助舒缓芯片供应问题 迪克曼写道 自己为了解台湾芯片有多么重要 还写信询问美国半导体专家 《芯片大战》一书的作者克里斯米勒 对方指一句话 全球经济繁荣取决于台湾安全与否 迪克曼之言 其实中国也需要台湾的芯片 半导体分析师雷汉斯称 入侵台湾是经济赶死队的行为 而且半导体也没有办法用武力夺取 迪克曼强调 我们需要更关注台湾 民主国家无论是出于自身利益 或者是自发性的团结 都应该想办法保护台湾 他还提议 世界民主国家还要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尤其是德国 一旦中共入侵台湾 将是二战以来 对德国经济繁荣最大的威胁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天在网上看到 因为调查铁链女事件 而被迫出走国外的记者 发布的一段关于可能是被活摘器官的江西上饶志远中学学生胡新宇的视频 又让我觉得很上头 和您分享一下 视频中的光头男人据说是上饶志远中学的老师 他录制视频对胡新宇的妈妈叫嚣说 昨天给你200万让你签合同你不签 今天最后一次机会 你是签也得签 不签也得签 要是再不签 就让你什么都得不到 从此让你在本县寸步难行 处处穿小鞋 赵兰健在视频下方留言说 土匪恶霸杀人犯 进学校当校长当老师 校长和光头的视频都一目了然了 不是凶手都不可能 学生死了毫不羞愧如此猖狂 即使不是凶手也绝对是恶霸 这就是活脱脱的中国 拿自己孩子的命换来的接来之时 太残忍了 整个主流社会的官员 学者各种专家都在默许这事存在 这社会太恐怖了 全部的学生家长都奴化的忍受 全部的市民都在中庸中默许 甚至你转发了视频 你就寻衅滋事了 可能就被警察给抓了 过往的哪个历史能这般呢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